我真的不会 那个时候我知道你直播 好多时候 那个时候都有两三万人 对吧 旁边那个男人一直在点火呀 我没有点火 没有啊 开直播为了啥呀 就是 我说实话啊 其实我也很惊讶 你为什么今天你用这个抖音开直播 就是因为很多人 就是给我发消息 然后说我让 就相当于是那种道德捆绑 我让我一定要嫁给胡文文呀 或者说 然后又有人在说我父亲的 我爸爸这个事情是假的呀 然后就影响到我爸爸了 所以我想 我以为我能给他们解释的清楚 我来给他们说 结果人太多了 我就不知道怎么说了 其实 我们来捋一下啊 朋友们 是那个时候 金兹的爸爸 拉了胡文文的爸爸一把 对吧 隔了很多年 也是第一次过来拜年吧 隔了有多少年了 七八年有没有 不知道呀 也隔了很长时间了 才过来拜年 那中途这几年去哪里了呢 我那个时候在读高中一年级嘛 嗯 然后我现在二十三 二十四 嗯 差不多十年了吧 快十年了吧 应该 对 十多年了 十多年了 那中间这十年 去哪里了呢 为什么没来拜年呢 嗯 对吧 所以说有些东西是 对 也不用去 不用去想那么多了 呃 文哥他跟我聊天的时候 他说 他说了 他其实 他说让我不要在意那一万五 他说他其实也不知道这个一万五的事情 是就前段时间 没多久 然后他的父母吵架 然后就提到这个我们家欠他一万五的这个事情 然后他就突然想起 然后他就过来拜年 他就这样 我刚才看到一个吓死我了 上次的太怪一百多万粉丝了 对 这个 对 很多人看到这个事 其实 你们是 你们去看到这个视频 你们 想到的点是什么 是他过来拜年吗 还是说那个时候 金字的爸爸 呃 乐于助人的去拉了别人一把 你们是 觉得哪个 呃 是比较好一点的 对吧 啊 朋友们 你们觉得 是金字的爸爸去拉别人一把 这个事是正能量的扣一 对 别为难青春的小女生呢 对大家太多人 说了 我 想到的是什么呢 我一张嘴 都不过 都不过 几千几万个人 就应该说一张嘴 我都不过一百万个人 没关系 真的真的 不知道 那个 扣一的是什么 我说就是你爸爸去拉别人一把 助人为乐嘛 嗯 这个事他们觉得是很正能量的事 嗯 对吧 嗯 反正与服务强为关 对 其实就是和我没关系啊 但是呢 有的人就是说 我在中间 呃 操作什么 我在 欺骗金字 或者是怎么样 没有必要的 因为 其实 我问他只认识我两三天 哎 就算哈 就算你们说的 胡 你们 我只是打个比如啊 就算胡问他喜欢我啊 然后 但是傅强哥 他也不会认为怎么样 因为傅强哥 他跟我认识一年了 胡问他只是突然给我认识两天的 傅强哥 他也不会觉得哇 自己有危机了什么的 你们觉得 哎 自己 你们喜欢的一个女孩子啊 你们喜欢的一个女孩子 认识了一年了 突然有 他认识了一个男孩子 然后两天 呃 你就是 是他的父亲的朋友 你们就担心呃 这个那个 然后就去做什么的 其中的什么事情吗 对不对 我怕胡问问抢走金字吗 没有 我是 我是我自己的 我也不是说谁抢不抢的 我只是一个普通人 希望大家真的不要过度的去 解读这个事情了 好不好 很简单的一个事情 其实我父亲的那个 呃 事情也不是什么 呃 好 好大的一件事情 知道吗 龙父与蛇 龙父与蛇 什么意思啊 唉 其实 这些人啊 龙父与蛇是什么呀 呵呵 父亲胸有成竹呀 小心父亲呀 就是父亲哥他 其实呃 父亲哥他呢 呃 为什么会 招那么多人黑 就是因为 他想要把 黑的转移 注意到他身上 因为有太多人黑我了 太多人黑我的父亲了 我不愿意去拍视频了 所以说 他才故意 去 把黑转移到他自己身上 那么 其实属于抖音 对对对 我属于 我属于你们 不属于任何人 呵呵呵 对 对要不 家人们搬个忙 全晚找一下胡文文 让他自己出来面对 好不好 我不要 我不能去说他 我真的没有他的电话 真的没有 我不能去说他 他们让我给他打电话 我没有他的电话 我爸 我爸 我爸好像也没有吧 我爸没有 我爸只有 我爸只有叔叔的电话 对 只有他爸爸的电话 对呀 没有说他坏呀 没有 没有去说过胡文文不好呀 也没有说过他 怎么怎么样呀 没有呀 对不对 只是说你们要来带这个节奏 人家来怎么怎么样 然后他走了 他不该收那个钱 其实人家该收那个钱 对吧 而且金字的爸爸 还他那个 放在那儿的两万 也是该还的 知道吧 这个都是应该的 理所应当的 但是被你们节奏一带 这个不行 那个不行 就必须得 金字要以生相许才行 其实 你生相许 其实 金字 其实以后咱也不要去提 为什么他要来找我 为什么他要 我帮你还了这个钱 就不提这个 他们觉得 我可能是 你说这个是在抹黑他 其实 又来了 都是为了牛娘在编故事 你拿你的爸爸妈妈 编一下故事呢 我爸爸从四楼摔下去的 在医院抢救了一个月 然后我妈妈现在 我妈妈现在全身都是病 你来 你来这样子 你来这样子 去诅咒一下自己的父母呢 我爸爸身上 我爸爸身上 这里断了十几根肋骨 人的身上有多少根肋骨呀 他的肋骨断了十几根 就在这后面做手术 我到底都绑架金字干嘛 做了手术 然后现在身体上 里面还有 还有四根肝板 一边两个 一边两个 那个肝板 你来 你来去诅咒自己的父亲身上 有肝板 你去诅咒自己的父亲 去做手术吗 其实你爸爸说过一句话 他说 他我们一起聊天嘛 他说如果 如果说很多人说 我是假的 就麻烦他来 把我身上的肝板 帮我取了 对我爸爸就是说的 这个 我爸爸说的就是 因为很多人黑嘛 很多人黑 黑我的爸爸说 说我爸爸 就是怎么样 说什么 有一句更过分的 说我爸爸为老不尊 说跟大家一起 跟跟这些年轻人 一起编故事什么的 我爸爸说的 他说你让他过来 把我身上的肝板 取出来 给我来看一下 他这样说的 我还没这样看过 这种子 不会 这个就有点 屏幕有点太乱了 是吧 对 就有点乱 我没见过这样的 是有点乱 感觉都 看不到我自己了 对吧 真的 对不用去解释了 他们黑 就这种事情很简单 很多 在现实生活当中 也比这种事情 更大的都有吧 对不对 这现实当中 这种事情都只是一个 很小很小的 一个事情而已 然后我爸爸他 只说过一句 我爸爸他只说过一句 就是什么呢 他就是说 特别对不起 我跟我姐姐 因为他从工地 摔下来的事情 就导致我跟我姐姐 没有继续读书了 他只是对不起我们 其他的什么 都没有说 没有后悔去说 拉别人一把呀 什么的 他也没有觉得说 自己就是在 抢救了一个多月 然后自己身上断了 十多根肋骨 从来没有去说过这个呀 其实我理解的啊 其实 长这么多粉丝 其实我认为是 大家看到了 就你爸爸去 乐于助人的这个事儿 这个精神是特别好的 是值得传递的 所以大家才关注 对吧 对 你说搞来现在 搞到现在来 大家都说 像直播 你们大家都可以直播呀 对不对 你们都可以直播 你们也可以分享 自己的生活 你们记住一点啊 朋友们 这个是事实 没有说谁要去把这个编故事来 什么你们说变味了 什么的 其实大家都是向往美好的 但是事实是什么呀 就是什么呀 对吧 没办法去扭曲事实的 就直播间的所有的朋友们 你们支持 精致开直播 跟大家一起聊聊天吗 因为我在这之前 我没有给大家开过直播 今天是第一场直播 没有给大家开过直播 真的今天你们也是今天 第一次看到我对不对 你们支持我开播吗 就很多人他就是 就是发消息 就是让我开播 很多人因为特别感谢大家的关心 和喜欢让我来开播 但是肯定就是有不支持的 你们不看我就行了 这很简单 你们不要 你们不要去羡慕 不要去嫉妒 知道吗 打不支持的 你们不要去羡慕 不要去嫉妒你们不支持开播 你们不看就行了 那是你的自由 你看不看我 那是你的自由 我直播直播也是我的自由 但是我不投不抢的 我不投不抢的 我没有去做违法犯罪的事情 然后就你们就没有理由 说什么不支持 这就是什么呢 不支持就是什么呢 就是见不得你 就是说看到你长了那么多粉丝 然后看到你开播 然后就觉得有那么多流量 然后就觉得不支持你开播 对不对 就跟现实当中一样 你看到别人开一个超市 生意很好 你就不支持他开超市了 就这个就很简单的 知道吗 为了牛量 你们也可以这样说我 我确实 我就是有牛量 我去分享我的家乡 我去给大家宣传我的家乡 给家乡做贡献 这个有没有问题 但是我没有说 说要给大家 就是说 就是也要骗大家 比如说我要让大家给我刷礼物 没有吧 对不对 我没有让大家给我刷礼物 我也没有让大家 就是来 就是 就是怎么呢 我那个叫什么 刚刚有人让我打PK 对 我也没有说让大家打PK 要给我刷什么礼物 这些对不对 这很简单的事情 对这个世界上 大家都是中国人 不要对别人 不要对人有任何的仇恨感 知道吗 你们希望不要对任何人有仇恨感 他说百万粉丝都不要用 不要感情用事 对 其实这么多人在看 其实也没必要去解释 也没必要去争论 如果说我们就是傅强说的话 冒犯到了各位啊 或者是冒犯到了胡文文 这个可以来找我 对吧 如果说我影响到谁的名誉权呢 什么的都可以来找我 可以找律师来找我 这些都可以的 对吧 就是事实 事实就是什么样的 就是什么样的 对吧 对 就是说 其实你不要去想太多了 我刚刚你给我打电话 我还说什么事呢 就是你不要在意 对吧 你只需要 我不是说每个人都能做到 谁都喜欢 这个真做不到 对不对 你看 那个时候十多万人说我 对吧 那又啥 对不对 你就不要平常心 为什么要谈别人 我们都是冲精致来的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 然后今天呢 确实我有点紧张 然后也不知道 怎么跟大家一起说话 然后突然就是有那种 我以前 我以前很喜欢唱歌 学校里面组织了一个 什么唱歌的 然后让我去 然后我去 就是 去试的时候 下面就十多个人 然后我突然就唱不出来了 知道吗 突然脸就红了 头就昏了 就唱不出来了 今天也是这样子的 我做好准备 要跟大家一起面对 提出大家提出的疑问和 就是大家骂我的事情 然后说的事情 还有很多人在期待着我 开直播 跟大家聊天的事情 我就准备好了 要跟大家一起说的 但是今天突然我就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 真的 所以我没办法 我就给傅强哥打电话 然后让他赶紧来 赶紧来 然后说这个 然后下次 如果说我下次有机会 给大家开播呢 就好好的给大家说 好不好 其实你 怎么说呢 朋友们你们想不想听金字唱歌 他唱歌特别好听 我现在 我今天连话都说不清楚 更别说唱歌了 父亲别说话 好 可以 我不说话可以 这个也 我也不懂这个东西 对吧 然后金字叫我来 说有人骂他 有人说他 我肯定 我肯定要站出来 对吧 你们可以来骂我 你们不要骂他 好不好 我没有学过唱歌 所以说 我也不知道怎么去唱歌 你们 你们不要让我唱歌 唱歌唱歌的话 你们就 那个 唱歌放松一下 我不会 我比较紧张 我不会唱歌 等下次 对 不要带节奏 大家别带节奏 你们听金字说话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 你们都是来自哪里的 可以打在公屏上吗 直播间现在人很多 我三千多人 你们都是来自哪里的 哇塞 有这么多点赞了 天 就是正常 你该怎么聊天 怎么聊天 谢谢 不用送你屋啦 谢谢 父强是你的好伴侣 富强哥 他人很好的 人很好的 其实 这么说吧 谁取的金字 就是 没有 谁有这个福气 知道吧 没有没有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山里的人 我一没有才艺 二没有文化 我还怕你们嫌弃我 我还怕你们嫌弃我的 嫌弃我是农村人 嫌弃你们嫌不嫌弃我文凭低和 嫌弃我是农村人呀 嫌不嫌弃呀 不嫌弃 小姑娘 哎呀 有人说你 是不是第一时间就想到我了呀 对呀 我觉得第一时间我就想到你 就 没事 哥哥保护你好吧 很多人说我不是农村人 有没有这样认为的 你们觉得我像不像农村人呀 直播间的朋友们 你们觉得我像不像农村人呀 哦不对 应该说四川人对 像不像四川人 很多人都问 哎呀都在说 金智不是四川人 金智不是农村人 那我也希望我是城里人呀 但可惜我不是呀 我也希望我是大学生 但可惜我也不是呀 你以后就 以后变成城里人哈 对呀 你们觉得我像不像农村人 我觉得你们觉得不像 肯定是在夸我 但是哈 但是我跟你们说 我在农村生活了二十几年 知道吗 农村生活了二十几年 这个你们无论哈 无论这个我可以说 拿我爸爸拿我妈妈 呃就是拿我全家什么来说 我都敢给你们说 我在农村生活了二十多年 你没事把你爸妈带上干嘛 我这样才他们才相信呀 你何必呢 对吧 因为我口说不平呀 他们说 不管是农村人还是城里人 哎只要 哎你没有去做一些违法的事 你就就OK了嘛 对吧 然后有有的人说 我普通话说的太好了 父强如果你对不好 我有个五十多级的大哥说 他说他在说 他说如果你对我不好的话 他就会找我吗 找你 可以呀 欢迎你来找我好不好 如果说可以的话 你来找我 我们一起来帮助金子好吗 他们说我不是四川人 说我不像四川人 觉得我普通话说的好 太好了 你们觉得我普通话说的好不好 直播间的朋友们 你们觉得我普通话说的好不好 其实说的一般 说的一般吗 对 你们觉得我普通话说的好不好 谢谢 谢谢我 谢谢大家的礼物啊 不用耍了 你们以后就点点赞就可以了 谢谢大家 好是吧 那我跟你们说四川话 你们就能感觉到我是不是四川人了 四川话 你不是说马上接学就能学得回来 对不对 我现在说的四川话 有没有人听得懂的 听得懂的 大概听得懂 听得懂不 我说四川话 你们听得懂不 这孩子你们晓得我是四川人了 咋 但是我说四川话 很多人听不懂呀 说四川话 很多人听不懂呀 哈哈哈哈 我一般都说川普呀 对说说的都是四川话 听得懂 听得懂啊 对文哥他回四川了 对他回他回江苏了 我是四川的 他回江苏了 然后呃就是说 对 我不可能去把一个江苏的人抬到你们面前 我可以把富强哥马上抬到你们面前 但是我不可能把江苏的人马上抬到你们面前 我知道你们肯定很多人觉得呃 胡文好喜欢胡文但是呃 没办法呀 胡文他是江苏的 我没办法把他抬到你们面前呀 对不对 四川话好听呀 四川话好听 肯定听得懂吗 又没得四川人哦 四川人来搭个四川好不好 四川人来搭个四川 肯定是他男朋友吗 肯定不是他男朋友哦 对 嗯 嗯 给了四川 这样子 这样子你们说我是不是四川人 你们这回说我到底是不是四川人 你们帮我回应一下直播间的广大网友们 我是不是四川人 是的全屏打一个是好不好 对是四川人的全屏打一个是 我现在我是不是是不是四川人 对 嗯 肯定是架起来准备干嘛 修鸡卷呀 在这修鸡卷吗 啊 不是 喂在里面他容易死 然后就在外面弄一个鸡卷 不是有很多粉丝很多网友 都说我家土鸡好吃吗 我想多养一点 哈哈哈 哦 我想多养一点 是啊 是 你看我锁了 我都在锁四川花了 还有很多人说我不是四川人 就故意来刺激我真的 没关系 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故意来刺激我那种感觉 是啊 你把你的身份都拿给他们看一下 哈哈哈 那我们直播间呃你们就是说你们是男生还是女生呀 你们是男的还是女的呀 谢谢送的烟花你们可以给榜上的哥哥们点点关注吗 我先走 给榜上的哥哥姐姐点点关注好不好 对 我对我是中国人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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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是中国四川的 你什么时候去砍个竹子啊 今天早上砍的那个是 对 哇这个这个肯定是你爸爸编的 嗯对嗯这边的好 罗山口音对我是罗山的 你们知不知道乐山呀 直播间的朋友们你们知不知道乐山 知道吗 乐山对 知道呀 不知道 不知道很多人都说我是大梁山的 我不是大梁山的 我不是大梁山的我是乐山的 反正都是山 对乐山大佛对对乐山大佛 嗯对哇你看我这不就是给我家乡做宣传吗 大家都知道乐山大佛了哈哈 对乐山大佛 然后我是马编的乐山是马编遗族自治县 对 然后也欢迎大家来我的家乡玩 我觉得你们这边的 就是 呃特别好客 你们这边的人特别好客 哦每次 就是吃饭呀什么的那个 那个 喝的那个哦喝的不要不要的 8加1 妈的折根卖的吗 对拿去卖了那个折根太多了 我们这边商上有太多野生的折根了 你们那边有没有呀 你们那边有没有这种 嗯 这边就 这边就